早晨大家好,今天7月8日星期二得道,早晨财经 我是你们的支持杜心,令数据变为机会让知识变为财富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本节目提及的内容仅作为讨论分析使用,不作为任何买买建议 投资推介仅作参考,风险自负 市场对通胀优劣暂时减退,加上同景中国出招刺激经济 令到商品回稳,美股星期四高开口就辰转一路高,一路升 道指升300点,纳指升幅超过2% 其实昨晚很惨,因为难得有些公务活动要聚餐,所以没办法 除了没有疫情风险之外,因为聚餐当然有很多活动 我未必有时间看个市场,给大家一些位置 大家都有时间给位置,谁知道9点钟,一支大阳军 1到9点钟,整支大阳军队上去看到的时候 我已经9点到尾,那就糟糕了,对不对? 因为昨天这样升,说了点缘分 前一天的礼拜三,这些这么坏的市场 在开市的时候,就有时间可以去炒 结果是打趴,结果是晚上2点多才肯开边的 也是因为隔晚的议色结果公布 不是议色结果,应该是议色记录 但是呢,昨天是星期四 其实呢,都看过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呢 暂时这一排呢,都是比较大波一些的 那星期二,为什么我这么记得呢? 因为我逢星期二呢,教会活动呢 跟着又是,整天的市场就在那儿大 又是走大波 我都知道,离拜一有时间的时候呢 就是所以,就特别印象深刻 所以,就特别印象深刻 不是说的,数据公布通常都 整天呢,捱不住的市场 但是呢,睡了觉,然后升到尾 铁到尾,这些真的 所以很少缘分 也未必会赚到最后 但是吃到波幅也算不错了 那昨天呢 其实稍后再说一下这个恒指 恒指都一样了 又是一路升到尾 扯扯扯 自然做了下海之后 接着就不断上山 道指高开152点之后 尾段升幅更加扩大至384点 高见31421 标普也升1.7% 纳指更加升得最强 2.49% 美国收市 道指仍然升346点 报31384 标普就连升4天 3902点 能源板块升3.5% 纳指也升2.28% 报11621点 资源股大和欧洲股市上升 英国法国德国股市也升1.14% 1.6%和1.97% 还有五磅科技股 苹果和Tesla 股价都分别像2.4%和5.5% 三星电子第二季 收入实增长强景 带动半导体全线都会升 高通 特大和马畑园 炼去4.5%和4.8% 原材料和能源股都反弹 美国类若片它便升1.6% 数 etliche值 像第5少月 以为埃收尾� 升3.2% Genectok 上是拭短股市 missions不加有1% 至于им量至4.7% ainda和尼ïky 也有最强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中概股也是做好的,蔚來升8%,小鵬升5.5%,阿里巴巴升2.8%,金融中國指數升3.95% 華爾街罪牛的策略員斯托玉費斯說下條標普的目標由5,330點到4,800點,理由是持續通脹壓力和地緣政治 原本預期,標普可以承受聯儲局這個政策的立場轉英,但未預料到俄羅斯和哈蘭的戰爭和中國的防疫措施 它對標普最新預測仍然較現水平高出24%,但最牛的策略員都要調低,目標也不太好 另外聯儲局的理事,旭拉,美國通脹太高,也沒有舒緩的跡長,支持局方在7月份會議上加息0.75厘,9月中一步加息0.5厘 另外,姓魯逆斯聯儲銀行布拉德說有信心今年經濟仍然保持增長,不過高成將美國第二季的經濟增長 預測1.9%大幅降低到0.7厘,預料上半年就迫近這個衰退的邊緣 美國勞工部截至7月2日為止,一周首次申領失業救助人數增加了4000人 去到23.5萬,創1月以來最高水平,多過預期23萬 截至6月2日為止,一個星期的持續申領失業救助人數去到5.1萬 去到137.5萬,高於預期132.8萬,高於5萬,4至5萬 所以顯示勞動市場仍然是方緩,商務部就公佈了 5月份的謀赤縮集是11億美元,這個很少 去到855億美元,今年新低,大約高於預期847億美元 期內出口增加了1.2%和破紀錄的2559億美元 進口只有0.6%,到3414億美元 不過5月份對華的謀赤就擴大了,擴大了315億美元 從中國進口增加了5%達到439億美元 另外美國按揭的擔保機構防泰美 當第30年定息按揭的利率錄得2008年以來最大的跌幅 由上個星期5.7厘降到5.3厘,債息是重上3厘 美國10年期債息重上3厘,曾經升8.51個基點至3.0131厘 好,講完這些東西,跟大家講講關注美元 下一輪拋售潮又會來想,這個是我的分析和看法 其實美元指數突破了20年的水平,阻力和創出新高 與此同時,歐元其實都非常接近這個評價 黃金最近大了,大家知道我已經拾了一招 原油,你不要提議一反彈 其實這個原油都堆了下去 當美元快速上升的時候,商品價格就會下跌 接下來呢,我說有個金融核彈 接下來大家要開始防備了 所有其他的貨幣都會流入這個美元的避風險 避風塘 其實大家會看到,當德國和其他國家的收益率差距擴大的時候 那它不同的,很多歐洲國家的主權信用的風險就會增加 所以最近大家記得,橋水已經是增加,一直在沽那些歐元股票了 那也可以這麼說,安石的高西公司的債券 也都是在6月份坐下身 但整體來說,都不會怎麼看升的 那全球股市,那其實接下來呢,開始呢 搞了這個,今晚飛龍,就一個叫做序幕呢 我不知道今天呢,或者昨晚會不會已經做了一個高台 那大家要留意,接下來那個導致呢 那麼小心就做了一個高台 那以至呢,一路呢,做了一個高台的時候呢 那就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貨幣 如果在這個,亮起紅燈的時候呢 那就加速這個,那個,整個市,整個東西就會開始來了啦 那所以這個呢,那大家,全球股市就會出現這個急期下跌的 那其實就不只是股市,那其他,因為美元呢,就不停升 那那些,那我都說那個,重金屬,那些油都會等等 全部倒下去的時候呢,那大家就會有一個共產呢 那這個,金融核彈呢,就要大家提防 当然滴完之后就升上了 但是在这个低位的时候都会很急 还有杀一个很急的仓的 因为之前很多不同的市场都是比较来讲 看那个原油啊金啊那些全部都是 好片性都是那个看好的 所以这次可能就是夹那些不同的仓 一样的杀下去就可能会很狠 所以大家要留意 讲股都一样的 之前就很多又在说 应该今年都见了个底了 这个我曾经都有想 今年都好像见了个底了 这个18,000多好像都挺硬正 高低顶的嘛应该没什么走劲 也都和做了 又好像经常都说这个 一天在这里说到黑格了 小心点当越多人说 或者大行在满风出来呢 就说这个东升西港啊 这个大陆啊中国啊 那么政主义呢 这个来跟这个美国倒转的 这边是缩表 那边呢就全部要放水的时候呢 应该全球的应该焦点 去回了这个中国香港的股票呢 那道理上好像是很合策啊 那但是通常呢 这些什么市况呢 那昨天都说过了 那今年的一月又是这样说 然后呢立刻就 把你拉到你妈妈里面 那大家开始开始要有一级戒备了 一级戒备了 那好像昨天有个人呢 呀正正就在说这些东西了 那摩根资产的许长泰就说 为了美国经济呢 就衰退风险上升 看好中国亚洲股市了 那我一说 有这些伙子说话呢 那立刻有个人弹出来 那这样说了 那支持这些观点 那就说美国消费数据在未来呢 半年预期稳定上升 随着这个联储局啊 那个积极那个收紧这个货币政策 美国经济呢 衰退风险就已经升温了 那这个他们的亚太区首席市场策律师 那许长泰就说了 有数过前载的经济弱点都需要注意 由于按揭贷款利率就上升 那这个楼市开始降温了 而企业呢 支出对这个借贷成本也都 和收增长的敏感 通胀方面呢 他就认为这个美国的整体通胀 将会下降 大速度相对缓慢 预计呢 通胀因素 例如 住房成本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才能够下降 核心通胀在今年第四季将会下降至4% 但仍会高于联储局2%目标 那投资方面呢 就看好这个中国和亚洲股市 中国的经济反弹 额外这个刺激政策 和这个企业监管执法 促进中国股票的评级 这个监管 这个逻辑都谋误的 这个刺激政策民 对企业的监管执法 就可以促进这个中国股票评级 这个 你觉得它真是 和这个西方思想灌落 这个中国 好像都完全都 你看到字面上 你消化一下 想一想就知道 有些有些谋误 他们维持这个 这个叫做 审神乐观 由于中国政府 在加大这个政策刺激 冲阵经济增长 央行政策也都 更加支持增长 亚洲和新兴市场的固定收益 和有望受惠于加强美元 随着头 说到尾了整九个都说 现在这个又是东升西降 看好中国和亚洲股票市场 还说它可以相信市场令人失望的2022年上半年之后 应该会修复失地的 所以大家留意 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都好 那越是多这些这样的 那些这样的新大行的油散出来 那这些风呢 那可能它真心 又或者可能假意都好 真心就更加这样 就是更加 这些大户 更加大大户 就更加要 要盖回头 会刺激下去的 那通常都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市场里面 就太多次是这样的 那所以大家要留意有些戒备心 那就是东升西降这些东西 那昨天英国手上约翰逊这个辞职 那整个内阔都辞职的了 只有40条 那它不辞也不行 那英镑欧元是齐齐一点的 那可能是波及这个香港企业的 那可能是吧 那长和也是啦 长和前段有单交易 那我前几天都报了 那就立刻就要 立刻收工 那当然是不买折了 大哥 那现在不见得大折是吧 那这个 那当然啦 这个 这个经养灯臣呢 说去这个灰飞煙灭啊 那现在 那你我 如果李嘉诚灰飞煙灭呢 世界都 我想都 都世界末日都紧的啦 或者去 只要有它在这里 有儿子我不知道 那灰飞煙灭也难一点的 那南船都有七 五日三斤钉 就只有十斤 九斤钉啦 少喝一斤钉的数是啦 那所以啦 预计呢 那应该都 短期内呢 这个 银磅勾元 齐齐点 那这些都 应该最长和啊 那短暂或者这个 汇丰的最敏感 都会可能有受累的 那大家留意这两个东西 可能那个影响有多少啦 那昨天讲股啦 那讲股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都是看跌了内线的 那后来都捞上去 那但是 当然啦 吃的位置 当然是吃完之后 那早上就已经懒开心了 那但是呢 接着呢 不断上升 那当然就 走不运全程啦 那吃了一层就算了 那接着呢 啊 中间也有偷一下 偷一下位的 那香港那里 那要拿到尾呢 那真的没有了 那也都 啊 最主要的升幅呢 最大呢 那昨天简单讲 又是一个 叫做这个 上山下海啦 那 那一向玩惯这个 叫做 小下海 啊 小上山大下海 那昨天倒转了 小下海就大上山啊 那 那 港股 一跌到这个 9点40多分左右 9点47分左右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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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我自己都是某些金融學院的一些名譽股東,因為我沒有牽涉過這樣的高層,因為有些某紀念素和大股東 中間有些某些系統,我沒有參與,其實是很廢的,我沒有干涉 我當成一個對頭燈系統,好像蕭先生一樣,對頭燈系統是甚麼呢? 最近弄了一個甚麼新系統,很可笑,前幾天我都發現了,都燈到不燈 前幾天,在下午兩點幾天就叫人買星,買星的時候,因為我是股東,我都還在群裏 雖然這個日制行政,我們沒有怎樣做了,但是我看到出了一套新系統,因為他們有很多股東 這些東西,這樣就賺出來,那基本上我都沒有看,但是我發現,嘩,燈得不緊要的 昨天一說繼續買跌,說延期也很緊要的,然後加了幾分鐘,七分鐘左右,八分鐘,然後轉過頭呢,一個V彈升上去 就成了三百五十八點,那我就這樣說,這個我想鬧系統也不錯,是不是? 嘩,昨天就厲害了,又是在九點四十一分,還是四十二分三分,叫人買跌 叫人買跌的時候,嘩,一個扭轉,七分鐘之後見底 接著呢,大家都知道了,升到如果昨天算,就升到不是,兩點鐘我停一停 接著再升的時候,收市差不多是最高位收市的,沒錯了,最高位收市 那我計過呢,就是五百點喔,嘩,好厲害啊,真的,升到五百點的時候呢 接著呢,這個真是,真是好好的,一個,這個,拿到這個工具呢,我都要探討一下為什麼這麼厲害 那為什麼經常會有這樣的短線系統,我以前都出過,我都研究過,為什麼會糟糕呢? 那因為呢,很簡單,用了一些長分鐘去分析市的升跌的時候呢 可能去看六十分鐘,或者三十分鐘,甚至有時候用十五分鐘 有時候,如果在即時來說,都算是慢的了,那如果用了一三五就好一點 那如果不是呢,你用了一長分鐘,你才說看升呢,或者看跌呢 那時候呢,跟著出來報的時候呢,那往往呢,就登到阿媽那邊的 可能就是一個,真的好像整個燒山系統出來的呢 那所以呢,奶過不少了,以前呢,我都會,都被學員投訴的 那,所以我的過內人呢,我知道原因了 那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些用了太長分鐘去分析市的升跌的時候呢 那時候呢,往往呢,就非常延遲的 那那那經常呢,你一定要配入一些短分鐘呢,怎樣去去,就是除非你看一個好中線 一定要跟著運用的,不然呢,你摸不見那個,那個底或在頂呢呢 那那就會延遲得很厲害 那那你會令到自己呢,先輸一局呢 那那可能升了幾百點之後呢,才呢,你的所謂系統呢 才顯示這個,叫你買升或者買跌呢 那那個,那也都會延遲,而且有很大的風險呢,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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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雖然呢,我看到那套東西,當然是5點 收了市之後,叫人買升,也有升的 不過呢,已經升了,因為昨天呢,很厲害的 昨天全天呢,其實由21216 這個早上一路橙上去,是升到尾的 升到尾呢,全天那個波幅呢,如果你計算 叫做期指的高低位,去到夜期呢,就算厲害了 可以這樣說,去到夜晚的最高位呢 就22,015了,那全天呢,又是走一個大波 那昨天是星期四,那走一個大波呢,就 差不多都幾,剛才的低位,是吧 21216,升到這個,22015 那差一點,差一點而已,應該是 8塊水,7,899點,厲害嗎 那升到7,899點,那 你升到500幾點的時候 才升出來的時候呢 喂大哥,我都已經吃少很多了 吃少200的,還有呢 很多時候呢,你現在就說 升到88點,一條氣這樣升上去 你才不用叫做 第二轉呢,走一咬 叫做燈的,如果不是 平時來說,波幅比較小呢 燈的機會就很大 那所以大家要留意呢 用那些不同的長短分鐘,和中線短線呢 大家要分得很清楚 究竟你的,不同的策略是怎樣走 如果不是呢,就幫不到之餘呢 還可能呢,就糟糕了 好,那這裡說了一些經驗呢 那就是昨天說股了 那氣車股和體育股的彈性 那這個ATM呢 也都走成就個別 那市場引市預期,這個聯償加息 壓益這個通脹 穩定市場呢,那三大指數呢 就,禮拜三一起高收的 那美股指數突破 這07再創二十年新高 不利商品,那其中油價仍然下跌 那那些油股就一般了 那也都... 那銀子收市是報21643 就升56點 那各指升 收這個7538點 就跌了6點的 那那其實成交就很少了 1120億的 1120億的 那所以呢,那些夾升 完全跟成交沒有關係的 那就是光升 那所以大家要小心這些高台肌 那吉利就升6.7% 那那長氣呢,就收市報15.02 那這個升6.4% 比亞迪就升2.4% 那那這個體育股 都做好了 特步就升3.7% 里林就升3.8% 那那... 豪島股又升上了 那那... 銀魚就升3.1% 金沙就升2.5% 那其他科技股 各邊發展了 美團2.0.8% 騰訊是升1.2% 那這個野村就說呢 不可以低估 這個內地經濟出現 那個周期回落的可能性 要留意了 那這個說回 那這個人話 那這個野村 那這個野村一向都不錯 那這樣挑戰了 那這個... 那這個... 因為現在很糟糕嘛 那這個大城市呢 就... 解除這個方程後 一個月呢 就出現新一輪的Omicron那個... 變種病毒的爆發 那所以呢 就要小心了 因為呢 因為呢 月初過去一個禮拜 呢 部分城市的個案 增加 還有這個亞營變異株 BA.5的感染個案 那所以... 那大家呢 就要小心這個 這個不排除有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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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出現 這個... 周期性那個... 那個... 回落的可能性 那所以... 大家要... 不可以低估 那大家都要看看啦 因為那個... 內地啦 那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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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忽然間是... 非快地解封呢 那也都... 那當然呢 那在其他的歐美國家當然沒問題啦 那但是呢 可能呢 那些政策呢 就叫做... 進退失據了 而是有什麼影響啦 好那... 那講完最後一單料啦 那那世米華呢 就... 愛張啦 這個... 那這個... 那... 劳顯日呢 接手這個太陽城啦 那那... 那... 這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代車的司機啦 還是什麼啦 總之... 那就是... 那... 那... 就是... 這個... 那... 那... 這個太陽城呢 就... 升這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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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星就升77%,那華哥究竟有沒有痕呢,就是這個可以短期內出來,還是要配10人20年呢,這些真的不知道了,總之現在呢,一代這個小賭王啊,我叫小賭王,不可以這麼說的,小賭王應該賀龍啦,但是又轉旗一身,究竟會不會落幕呢,那就不知道了,但是暫時勝呢,昨天都頂得住了雞頭啊,那他老婆就這樣放棄, 放棄樓啊,放棄樓來幫他,那些官司頂啊,還是要快點拿來,怕這個可能呢,到時有些樓宇都被人封,封盤的時候放不到的嘛,可能雞敢腳,那就先拿袋子吧,那現在那些,趁大市有些什麼的景點,好一點點的時候,馬上放棄,那所以,那看一下這個,洗米華能不能夠可以回到身呢,那都好看過這個電視劇的啦,那今天就說到這了,那也多謝大家收聽,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啊,星期得道,星期日報和星期四, 星期四,做齊六部曲,那記得支持我們Patreon,還有呢,那有些什麼資料呢,想看的話呢,盜心炒股啦,那今天星期五,記得今晚飛龍啦,拜拜!